欢迎收看独立特判员 入冬以来 大家最常吃的水果就是柳丁了 台湾的柳丁好吃又香又甜 国人对台湾的水果品质有高度的自信 也以为台湾水果销到中国 可以攻占顶级的高消费市场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台湾柳丁加上运费增值税管销 费用等等卖到中国沿海城市 一公斤要卖到台币三十六块半 才合乎成本 但是今年一月份厦门上海卖的柳丁 一公斤只要台币十七块七 赔钱的生意为什么有人做呢 出钱补贴的人又是什么目的 记者吕培林赖炳环的报道 自从入冬以来 柳丁开始采收 嘉义梅山的香醇果菜运营合作社 每个礼拜四都好了 一香又一香 飘散着萝木火箱的 二十一号 二十三号柳丁 送进苏宋代席选包装 他们赶着要搭上每个礼拜五 下午三点 从高雄港出发的货船 这次要送哪里呢 上海 上海 要上海 书送带上面的纸箱清清楚楚地写着 台湾的优质柳丁 由台北农产运销 卖给上海式的国品柳丁公司 听说台湾的优质水果 在大陆非常地受到欢迎 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台湾水果销大陆 真的是产量过剩的救星吗 好 这个瑕疵瓶要扣掉 就是这个面不好的 对对对 面不好 对对对 那蜡肉要很紧的 对 蜡肉要很紧的 黄橙橙外皮上面的一点点小斑点 可能就是导致整颗柳丁溃烂的 最肥过手 这些要飘洋过海道道路的柳丁 都是直径21到23公分 这是中国市场最喜欢的大柳丁规格 和台湾喜欢的小小颗鸡蛋丁不一样 为了借到这些出口柳丁的生意 王通哲的集货厂买了新的包装机器 什么 砸钱下去买这个 大概有闻到商区吧 就是因为开放要出口大多这样 对对对对 那你去年出几个货柜 四个货柜 四个 对 那今年呢 今年预计要出几个 到目前是五个啦 还要再出五个 应该可能会再五个吧 2008年12月15号 两岸大三通正式启航 1200吨的柳丁风风光光的 搭着历史手搬货轮到大陆去了 2009年 两岸议定台湾柳丁销大陆的数量 再往上拉 这一次要出到1870公顿 中国官方给沿海几个城市 都分配了责任 吴明敏是前民进党籍的立委 他一直很关心台湾的农业问题 柳丁的配额在中国被强迫买单 但是在台湾却是大家争着要 去年年底柳丁盛产的时候 正好遇到县市长选举 就翁重军 09年11月27 那就要选县长 选县长嘛 那陈五雄就去配合 国民党县长部的 就去卖第一批40公顿 完全是为了配合的 09年1870公顿的柳丁配额 第一批就赶在县市长投票之前 从嘉义献出货 门委会主委陈五雄 还有当时的嘉义县长候选人翁重军 高高兴兴的在那一天共襄胜举 柳丁卖到大陆的价格不差 农民实际收到的价格是 一公斤13块半 加上在台湾的席选包装 还有运输成本 到了大陆上岸的时候 一公斤就要26块钱 但是成本还不止这一些 4每公斤是26块1 导案不包括保险 那导案之后 26块1导案之后 你还加上17%的政治税 再加上大概两成的管销货用 照道理讲 你在零售市场要卖36块半一公斤 才是正常商业行为 那么大陆实际上的零售价格 又是多少呢 淘宝网的价格在这边 淘宝网是中国最大的网络商城 柳丁 淘宝网上这个价格 就是说500公克1.88元 500公克卖1.88元的人民币 等于一公斤是台币17块7 但是合理的零售价格 不是要36块半台币吗 是中国官方好心的 补贴了其中的差价吗 外销大陆真的是解决台湾水果 产量过剩的好方法吗 当两岸关系亦有风吹草动 外销通路会不会被切得一干二净 柳丁要怎么样才能够摆脱 被剑白的命运